狂什么狂 啊 战略打败了还逞呢 你死到零头咯 我倒认识一个杀猪的 他头戴新四军刚盔 他一个人的战斗力 超过贵军一个牌 这位杀猪的正是顺六子 当时他被鬼子坦的遍体鳞伤 却依旧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而如今的顺六为了替他和姐姐报仇 也悄悄来到了淮英城内 眼看杀青仇人就在眼前 但还是因为犹豫错过了最佳时机 就当顺六想撤退时 不料却被国军所发现 不想束手就擒的顺六 当即就露出了绑在身上的手骨蛋 眼看顺六态度坚决 李欢师长决定放他先走 但同时也安排下手紧跟其后 顺六在城内四处乱走 却无意间发现了满地的止血 可还不等他思考 紧随其后的国军就追了过来 顺六见状赶忙掉头就跑 但却突然被人拉近了想象的 你要带我去哪 我带你上墨房去 他们刚搜查过来 不会再去 往那边走 在顺六的带领下 顺六终于摆脱了追捕 随后 顺六便问他为什么独自来到这 可顺六却表示是在执行任务 并且还让顺六帮自己一个忙 刚才有两根卡车 但是鬼的伤害已经出城了 你帮我刹清楚 他们上哪去了 这是你的任务 是我的重团任务 顺六听闻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但顺六不会知道 自己的反常行为 已经引起了顺六的怀疑 但为了先稳住顺六 顺六还是给他送去了食物 可就当顺六吃的正起今时 门外却突然传来了声音 警惕的顺六立马上前查看 原来是好久不见的何花 他自从知道顺六来到淮英城后 就一直想要见上一面 而顺六也把此行的目的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何花 相同命运的二人哭得气不成声 为了替顺六打掩护 何花便来到外面查看情况 不料却被大街上的汉林和班长认了出来 并且还被班长发现了端倪 干嘛呀你 二雷在哪 不知道 你刚才是不是给他送饭去了 可何花却一口否定 表示没有在这里见到过顺六 一旁的汉林听闻便展开嘴巴 反复强调着顺六在外面的危险性 何花 你想一想 二雷如果真的牺牲了 你痛苦的 以后我不好回 何花在犹豫片刻后 还是决定相信汉林 于是便告诉了二人顺六所在的位置 在一番拉扯过后 顺六很快就被班长成功制服 这时宋叔也赶过来 见顺六已经被制服 宋叔便把之前委托的事告诉了他 那两卡车拉的是日本上兵 他们笨蛋慢慢马出去了 然后到连营港上海船 送回日子去 什么 要回日本啊 连他妈的冲人要回日本 顺六听闻非常激动 随即就想冲出去报仇 但汉林的一番话却让他冷静了 你敢说你不是新四军战士吗 你敢不 就这样 顺六就随着汉林二人出了场 由于天色已晚 他们决定在附近的根据地歇息一口 而汉林也趁机教育起顺 顺六虽然听不懂 但催眠效果还是非常好 二人本以为这次的任务会顺利完成 不料次日清晨 汉林和班长就被顺六保险 我认为这次的任务会顺利 我认为这次的任务会顺利